哈喽,大家好,我是Key,欢迎来到我们JBBORBRIED CHEDER 上个星期呢,Gabriel带你们看过了在Eco Portaini这个Location 一个很棒很棒的Cluster House 24-85的设计 今天轮到我带你们看另外一款我私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 就是22-85,比较小简一点,但是它的料我超喜欢 你看镜头现在拍上去,它的屋顶是尖形的,银式的设计,然后是尖屋顶的 然后这一款,为什么我带你们来看这一款呢? OK,我们过来一点,哇,这件套级赛,你看那个阳光超级棒的 我们进来点比较凉比较好说话 OK,之前Gabriel带你们看的是24-85最多人找的那一款 但是呢,这一款也不要小看它哦,它的里面的格局跟Layout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我们今天对于刚刚开场 忘记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站的位置是Eco Portaini 上一期Gabriel有介绍过了,这个地点是华人成熟区 然后附近有很多很多的商店,可能可以绕一圈,大概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啊,吃的喝的用的cafe啊,然后mama shop啊,24hours啊 然后宠物店啊,clinic啊,什么要有的,pharmacy 什么你要有的,绝对这里肯定找得到 而且这一区呢,是非常class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class的感觉 有没有,坐在这边的话会很爽 然后这边的地点,除了它是华人成熟区以外呢 然后它去哪里都非常方便 比如说你去Horizon Hill, Bukininda, Nusa Central 五分钟就可以到,还有这里 呃,我们之后未来,未来一些大路它会开通 然后只要五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去到Legoland 然后再来你去Ideo City啊,然后去Eon啊, Bukininda的Eon啊 大概十分钟,十分钟就可以到了的 如果你在新加坡做工也不用担心,这里去Secret Second Link 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可以去到Second Link啦 然后如果你在想,诶,我住在这边 如果我要下波底找我的朋友跟亲戚也没有问题 这里下波底只要二十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波底去了啦 然后波底也是有很多的shopping mall也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现在我们讲完了地点过来 我来跟你讲一下这一款,为什么我个人很喜欢 OK,这边是Sharata Title Free Haul的 所以我们的是Getless,什么叫Getless Getless就是说它没有黎巴门的 其实住在这边的居民非常的安全 根本就不需要有黎巴门啊 所以也省了你那个屋子放车的空间 然后这边是保安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哦,等下会不会有邻居来偷我家东西 是绝对不会的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款,它的Car Porsche 因为它是22.85的,所以它的Car Porsche大概也有20多车 所以你要放下两辆车或者三辆车 放出去外面一点都没有问题啦 OK,这一款呢,它是Cluster Home 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叫它是Cluster House 它的Cluster House通常啦,它们的Lens Area都是在旁边 可是我们这边的设计呢,要节省空间 给大家使用Build Out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那个多处的那个空间 我们会在后面都要带你们去看 然后你看到进来这一款啊,像刚才我讲的 它的房间哦,就是一进来就是了的啊 我们所谓的长辈房啦,或者是客房 我觉得年轻人很适合买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的话,如果你没有跟父母亲住的话 没有长辈的话,这一款这个房间 你可以拿来做成Entertainment Room 然后朋友来的话睡在最前面的房间 我觉得刚刚好 然后还有这一款,我觉得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 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一款? 因为你可以看它的客厅 它是Double Volume Seeling的啊 很少Cluster House会给到这样子Double Volume Seeling 是非常漂亮跟高贵高级 你看你可以吊这么美的那个水晶吊灯 然后你可以看这一款 因为现在的人很少在家里放电视机啊 这个是我们的Show Unit 你可以采用它这样子的idea 你看它这边做成一个Living Room 然后跟家人聊天,然后休息的地方 然后也不需要电视机 因为现在的人都不看电视机了的嘛 我觉得制造成这样子的一个area 更加更加棒 让家里人的邻居力更加好 然后这一款可以看到它这边呢 有两个门 一个呢是它的那个Store Room 它Store Room储存空间很大 因为它是L-Shape这样子的 它利用了那空间 所以你如果有很多东西找物要放 你可以放在这个置物区里面啊 然后再过来一点呢是一个厕所 你可以拍下去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厕所呢也是给FoodTouch到完了的啦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做一个啊 那个玻璃割掉那个水喷出去的那个问题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这边哦 它算是一个Dining Area 小中厅啊 中厅它还有领土后面的一个Balgany 啊不是Balgany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户外的那个Land 所以这一区你看哦 它放这种长座 可以六个人到八个人做吃晚餐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它走的设计也是比较温馨的感觉的 它是一个进来 直直从门口进来啊 Living Room Dining Area 啊Living Room 然后再来Dining Area 然后它Lshape进去是一个厨房 OK如果你的老婆超级爱煮饭 超级喜欢gathering 找朋友来家玩的话 这一款超适合 因为你看哦 它把它的那个厨房后置部的那个 副子的后置部分的话 比较多的空间是给了厨房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这一款哦 有别于其他的 它的厨房的实用空间超级大的 所以你的老婆如果喜欢煮饭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是非常好 它的空间而且你看哦 它给的这个折叠式的那个玻璃门超级class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你的小garden的画面 如果你有小朋友在外面玩耍 你可以跟他们有互动啊 而且你看这个设计很棒 它把那个干湿洗衣机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省了很多空间哦 OK我们看一下它的后花园 这个就是这一款有后花园的设计 你看一下哇你看还可以设计成这样子的感觉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 我觉得他们一定很喜欢这个空间 因为傍晚他们在这边玩耍 然后如果这个空间当然不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可是你可以买那种 讲讲来就是自己建商的那种小小的游泳池 小朋友在那玩耍 你在里面煮菜 你看了又安心哦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很适合比较年轻的couple 或者是家里五到六个人的小型家庭买这一款 我觉得非常适合了 我自己已经有心动了 不懂你们心动了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楼上看一下它的这一款的格局 它是cluster号2285 然后它是有 今天我带你们看的这一款呢 它是四房三侧的 然后其实同样的这一款的size 还有另外一款设计 它是四房四侧的 如果你有兴趣要看的话 找我们哦 我们来带你来看现场 OK你上到楼上来 它的规划也是非常棒 它有一个走廊 主人房在最前面 后面有两个房间 我们先看一下后面的房间 OK后面的两个房间 像我讲的它是三个厕所罢了 所以他们是share外面这个公共用的厕所的 公共用厕所的话 空间也是非常大啦 OK还有窗口 现在很多人都是 厕所一定有窗口啊 因为他们不然会觉得会潮湿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款 OK进来的话 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话 这个就可以作为女儿的房间咯 可以改成这样子的设计棚 非常漂亮 然后空间感也是非常够的 你做厨啊 而且它这边还有窗口啦 看到后面的风景咯 当然如果你真正买的时候 后面就是我们的小garden OK来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个房间的内套 OK 这一款内套它就比较正方形点 那个是比较长 这款是比较正方形 所以你看它摆床啊 摆书座啊 都是没有问题啦 然后再做一个壁橱在那边 然后也是有自己的窗口啦 所以如果你这个房间 长辈住也是ok的 现在很多人都讲 哎呀长辈要住楼下比较安全 哎呦没有咯 现在长辈的体能 比你们还比年轻人还好啊 他们哪 每个都要住楼上 都不一定要住楼下的 OK 然后这个就像我们讲的 double volume的那个 living room 所以这边有个调高设计 所以如果你啊 从房间出来的时候啊 你要喊你的孩子啊 如果孩子在偶下 你就喊他 嘿呀boy你在哪里 妈咪找你啊 就可以在那边跟他喊他一下 跟他讲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楼下发生什么事情啊 OK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款主人房 主人房的话 因为我们的ID design做得非常好 你们可以参考啦 如果没有做ID的话 这边是整块是空的 看你要怎么去play啦 你看放一个这么大的双人床 这边还可以做一个梳妆台 是不是很大呢 对不对 然后电视机就可以放在这边 这个位置啦 做一个屏风出来 那devive 然后这边是放你的电视机 跟你的那个做处缎这边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成一个 那个放衣服的空间 好像这边啊 一个L shape配成两个空间哦 你的衣服啊 跟老婆的衣服啊 跟老婆的包包啊 你都可以有位置放 而且可以坐到上面去 虽然这个是strata title 但是你屋子里面的装修 是可以论你玩的 当然要subject to approval 如果你要敲掉一些墙的话 需要management去 approve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厕所 它的厕所的话也是做好了的 啊 刚是分离这个空间 然后也是有给一个窗口 啊 这个是很多人很建议啦 厕所一定要有窗口 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潮湿 然后这款它是cluster house 所以呢 它是有我们的bougainy的 我们去看一下bougainy设计啊 给你们出来看一下 OK 这款的话它还是有给一个bougainy设计 而且它这边走英式风 你想想下如果你是买这边的物质的话啦 平时有多么惬意 你可以住在这边休息 好像我 现在就可以坐下来给你们聊一下天 是不是 所以OK我们再来review一下 我这一期呢带你们看的是在我们 Rofor Sing San Iskandabuchy Area 然后是在一个叫做Ecopotanic的地段 然后这边飞机超级旺 华人商业区啦 然后啊这边是华人成熟区 然后这边今天我们最主要 这一集跟上一集跟你们介绍的是cluster house 这款物质呢 我们是预计在2025年的年底就可以交所事了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买物质的年轻人 其实你现在刚好拿选单位的话 是非常好的时机啦 因为还有一两年的时间让你去筹备 装修的费用啊 如果你不急着要搬的话 我觉得很适合买这一款物质 所以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大概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们想要看这款cluster house的话 可以联系我或者是Gabia 我们可以带你来看现场的show unit 跟你讲解更多它的内容 跟它的一些优点 OK我们下期见 拜拜